各位观众 我真的好想要猛蕾谷啊 没错,我们又买了一盒 这盒呢是在我们的台湾冠军赛所买的啦 没办法,因为事情是这样子的啦 我一直都很想猛蕾谷,你们应该知道吧 我从售前开的时候就蛮想要的了 那时候狂野之力刚出的时候就想要猛蕾谷了 那你看着猛蕾谷 从原本没什么人玩的牌组到现在 人人都爱玩的牌组 你知道就有一种感觉是 明明就是我先喜欢他的 为什么我一张都开不到啊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你知道,我这次在台湾冠军赛播比赛 看到那么多人打猛蕾谷 播了那么多场猛蕾谷 我真的是自己受不了了 决定再买一盒好不好 我已经确定会煮猛蕾谷的牌组了 但是呢,你知道就想要自己要开出来一张的感觉 你知道吗?自己开出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 你自己真的要实际去拍出来 放进去自己牌组里面 那感觉才让人家觉得,哇,很棒嘛,对不对 用自己开出来的卡顿来打 感觉才不一样嘛,尤其是这个猛蕾谷 你知道吗,这个猛蕾谷 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我开了几盒了 没记住的话,应该是开了七盒了吧 开了七盒都没有 我觉得就是这一盒了啦,好不好 在台湾冠军赛的加持之下 这次我们就给他好好的 来开出一张猛蕾谷,好不好 来 这个你们知道嘛 我这次在台湾冠军赛 我后来决定去买这一盒的时候 刚好遇到一个小粉丝 一个弟弟 一个小粉丝 那我在结账的时候呢 他的爸爸就带着那个弟弟 一起说来跟我拍照 那他们看到我手上拿着这一盒 狂野之力啊 他们直接问了我一句话 老爹,你还要开哦? 哼,对,没错 我还要开,我还要开 一定要把猛蕾谷开出来 不管了,就是这一盒了好不好 我觉得就是这一盒了啦 这一盒一定会出啦 这一盒就是一定会出 我不管有什么 土台龟梗鬼 不管了,不管 这一盒就是一定要出 一定要出啦 这一盒不能再不出了吧 应该就是他了啦 就是他了 连官方都那么帮我了 对不对 我是真的觉得 没有开到有点对不起自己啦 现在黑夜巡灵都要出了 老爹还在开狂野之力 世界赛都要开打了 老爹你还在开狂野之力 没错,答对了 我还在开狂野之力 我就是要自己亲手开出一张猛蕾谷 不然我不服气 我真的不服气 这一盒一定有啦 这一盒有台湾冠军赛的加持 我觉得一定有好不好 一定有一定有 我看到有一些网友啊 留言啊说 老爹其实你是可以私下自己开 你知道吗 私下自己开说不定就开到了 但我不管啦 我觉得私下自己开那感觉就没了 就是要拍片 让大家亲眼见证 我的妹妹骨的诞生好不好 好,我觉得不要浪费时间了啦 大家就想看有没有而已 所以我们就三包一起开好了 反正我这个新买的剪刀是很利的 我觉得就是今天了啦 今天一定开得到啦 好不好 三包一起开 拜托不要破空焰啊 然后耿鬼 你知道我已经开始自己讲了 自己讲自己不希望开到的东西 应该是没有那么衰吧 没有运气那么差的吧 我已经忘记这盒是第几盒了 第七盒还第八盒 我基本上已经忘了 但我不管啊 土龙姐姐 这些牌都是最近赛场有看到的牌 我把它拿起来 我已经不管了 拜托不要再什么破空焰 然后土台龟 我很喜欢土台龟这支宝可梦 但是我看到他们就怕你知道吗 就是看到他们就怕 还有什么耿鬼 看到他们就很害怕 真的是很害怕 来 草苗龟 青铜中沟魂眼 青铜镜怪 泡沫隶鼠 泡沫隶鼠是不是可以拿起来 人造细胞软 危险密林 马力路 阿伯怪 人造细胞软 巨探3 还没开到 目前一张RR都没有 不然让我们有个戏剧性的结局嘛 就是 第一张RR就是猛雷鼓 那这样是 有没有足够有细菌性的呢 这样足够有细菌性吧 一张RR就是猛雷鼓 那这样很爽 好 来 泡沫隶鼠 阿伯蛇 熔岩兽 青铜钟 熊尾牙 双卵 细胞球 咕咕 诶 奇诺利鼠 来了 放好 这张奇诺利鼠 强的啦 订购盒 小炭仔 瓜罩 鳥人罩 细胞 完 再拍三包 都没有RR 目前一张RR都没有 应该是要出了啦 我觉得 应该差不多要出了 差不多 应该就是这包了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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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诶 边很像哦 这边很像哦 这边真的很像哦 破空焰 不会吧 下一张 不要跟我说是土台龟哦 怎么是破空焰 完了完了 紧急好版 我发现其实买 这个弹数也不错啦 因为这个弹数就是 很多强化的卡片 你知道吗 我开始在安慰自己 海地鼠 玛丽怒 夸张鸟 奇诺利鼠 哎哟 厉害的啦 AR奇诺利鼠啦 这张 哇 有价值的咧 有价值的卡开出来哦 漂亮哦 可怕的老鼠 奇诺利鼠 AR 这张卡有价了哦 这盒应该算是划算了吧 开出一张猛雷鼓 跟你讲 更划算 来啦 一张就好好不好 一张就好 我只求一张RR 到底为什么那么难啊 一张RR 到底为什么那么难啊 没关系啊各位 这个弹数还有保分耶 对不对 还有保分耶 鬼斯 拜托下一张 喔 琵琶 你看那么多强卡 那么多强卡在这一弹 这一弹真的是很值得 大家开好不好 雪龙鹅 SPEG开到了觉醒战鼓 这不就还好啦 这张卡就还好 没关系留整 下一张如果真的是 你知道 哦 轰明月 这张也是强卡 宝分 强卡强卡 都是强卡 你知道如果下一张卡 开到土台龟 我真的会大崩溃 真的是大崩溃 千万不要闹 但我怎么有预感 不是土台龟就是耿鬼啊 好像有让我感觉 不是土台龟就是耿鬼 因为第一张出破工业啦 感觉下一张不是土台龟就是耿鬼 你知道如果 这一盒又没开到的话 真的会让我觉得 你们是不是就是没放啊 是不是其实根本就没有 根本这一弹就没有猛雷鼓 就根本就是骗人的你知道吗 探险家的向导 有没有可能根本就是骗人的 就是其实这一盘根本就没有猛雷鼓 不然怎么会开不到 诶来啰 坡荡水 好至少不是我预言的那一张卡 至少不是我预言的那样嘛 好 至少不是我预言的那样 那我有比较好接受一点的 但是我已经开出两张古代神了耶 已经开出坡荡水跟破工业了耶 真的有办法一盒凑三支吗 我觉得一盒凑三支机率好像很低耶 完了 这一盒是不是没了啊 我怎么感觉这一盒没了 啊不然这样好了给我SR 好不好 给我SR的猛雷鼓 好不好 台湾冠军赛的力量 好不好 台湾冠军赛的会常买的耶 拜托我会常买的耶 敢不敢给我一张SR猛雷鼓啊 就给我一张SR猛雷鼓如何 直接出一张SR猛雷鼓 然后起飞让我们今天的影片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收尾 好不好 来 下三包 小巨二 鬼师 树林龟 怎么有个不好的预感啊 有吗 有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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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妖精 没事没事 订购盒 泡沫利水 这一盒真的都是很多强卡 两张宝分了 钻钻钻钻钻钻钻 这一盒强卡真的很多啦 多开 没有坏处吧 多开真的没坏处吧 来 再来看 感觉要没了耶 感觉已经快开完了耶 我觉得就是在这三包里面了耶 就在这里面了啦 应该就在这里面了 来了来了 SR在这里 SR猛雷鼓如何啊 SR猛雷鼓如何 巨探3 土龙弟弟 玛丽路 提诺力鼠 琵琶 SR的边哦 SR的边哦 很强烈的边哦 好像是支援者哦 会不会是琵琶SR 猛雷鼓SR 漂亮 终于开到了 哇 各位我们的猛雷鼓之旅 终于有一个happy ending了啊 哇 SR的 你看我就说 这才是我要的happy ending 刚刚都有开到 我刚刚有说 就在这三包里面哦 我没有作假哦 我没有作假哦 简介师起帮我 回放我刚刚剪开卡包的画面 我没有作假哦 我觉得人生就是 偶尔就是要那么戏剧化 这第几盒 第七还是第八盒 终于出了一张猛雷鼓EX了 各位 终于出一张猛雷鼓EX了啦 终于出了啦 哇 第几盒 你看就是要这样嘛 你要主牌 你就是要这样子 就是要这样子 把这张卡片 然后放进去 你自己排除里面 哇 就这样才戏剧性 好不好 后面这些我都不想开了 你知道吗 后面这些我都不想开了 欸 说不定会再出一张 一盒酸猛雷鼓 台湾冠军赛的力量 好不好 我觉得人生就是要这样子 才够戏剧性啊 对不对 哇 我终于有一张自己的猛雷鼓了耶 自己开到的耶 终于有一张了耶 天哪 我就跟你们讲 是我先喜欢他的 你们就不信 当初就是我先喜欢他的 来 太金开到的山海地鼠 我已经不在意了 你是谁我都不在意了 有猛雷鼓 就是我最大的目标了 来 还有一张大力二 熊尾牙 玛丽露正义法 这张要留 这张要留 这个我要主猛雷鼓牌组 这个正义法很重要啊 这个正义法是最重要的一张卡片 毕竟我们要挡这个放逐系列的话 这个正义法一定要投入 好不好 好啦 那应该是没了啦 应该是开完了 最后三包 哇 好感人喔 欸 我们的猛雷鼓 这个系列终于画下句点了 我终于不用再被笑了 我爹开不到猛雷鼓了 终于不会再被笑了 好开心喔 你知道吗 今天真的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这部影片也值得纪念 耿鬼 你这个时候来 我已经可以接受了 你来十张我都可以接受 我不管了 你看我最终还是没有开到RR的啊 对不对 还是没开到RR的 不过没关系 SR更好 最终还是开不到RR 但也没关系 SR100分 好不好 100分 太漂亮了啦 还是接下来我们要拼SR 没有啦 开玩笑的啦 我不敢拼了 我不敢拼了 有这张SR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好不好 这就已经足够 让我有动力去组织部牌了 把这张卡呢 放进去我的牌组里面 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好不好 有一张SR我就满足了啦 真的啦 没骗你啦 好不好 好的 各位观众 我们的猛雷鼓探球之旅 终于是画下句点了 太棒了太棒了 哇 终于不用再被笑 老爹是开不到猛雷鼓的男人了 开到了 这次真的开到了 好啦好开心啦 那就可以组牌啦 大家接下来呢 不管是在游轮上面见面啊 还是在赛场上面见面 老爹终于可以用自己开到猛雷鼓 跟大家玩牌啦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订阅我 或订阅我的粉丝按赞 想看更多老爹开猛雷鼓的过程 欢迎点击我的链接去看好不好 好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各位观众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